今年很高兴复合一样在这个 我们医疗科技展里面有了一个展出的机会 我们把今年一整年复合在研发跟临床的成绩 跟大家做一个总结的报告 除了大家熟悉的精准诊断 针对免疫系统循环种类细胞的检测之外 我们今年也增加了干细胞的一个新的技术的一个说明 我们目前在干细胞也结合了支架 我们希望把在再生医学里面 复合的新的技术能够做出更好的贡献 那我们今年会把我们的阻力 大概约六成到七成放在临床试验的进行 那会把大概将近三成的功夫的时间 放在特定要技术管理办法的一个执行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特定要技术管理办法 所规范的所要求的是旧的细胞技术 那针对创新的细胞技术 它并没有办法纳入特管办法 那富尔既然是一个研发的新创公司 我们这么好多的新创的技术 我想我们还是把它透过临床试验 来加以快速的验证 那特管办法的话 我们可以即便是旧的技术 结合合并治疗方法 我们也希望这种合并治疗方法 针对这个台湾现在 有这些需求的一个癌症病人 也提供一个另外的一个治疗的机会 癌症的疾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 它牵扯的面向的部分 不会只有单纯的免疫力 那要精准地知道这样的一个 复杂疾病的一个治疗方法 一定要做到非常精细的诊断 诊断可以让我们对癌症的疾病 真正原因看得更清楚 也只有我们把一个疾病的状态 看得更清楚 它的治疗针对你看到的点来设计 你的个人化治疗 才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富尔现在针对CIK TCR Gamma Delo Cell 以及脂肪干细胞 我们分配了 北容、高医等等几家医院 还有另外两个联合的一个诊所 我们进行了透管办法的一个送件 那总额可能达到15件以上 透管办法在复合的定位呢 是一个旧的细胞技术 结合一个其他癌症治疗的 复合治疗计划 可是如果要验证 复合拆发出来的独特的细胞技术 我们还是必须进行一个正式 严谨的临床试验 我们一直在日本的部分 都有一个长期投资 把我们这一种特定 我们的精准诊断 跟科技化治疗的部分 在日本里面把它落实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们想要来放大全球 尤其我们希望 把这个东南亚 尤其是中国部分 对我们的细胞技术 也要跟这个精准诊断 科技化治疗有兴趣的 这样的一个民众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日本 把它引众到日本去 所以我们希望以日本的医疗服务 加上复合的精准诊断 跟科技化特殊的细胞技术 能够扩大在整个东南亚的服务 甚至全世界 在明年的时候第一季开始 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是把我们在美国临床试验核准案 进行全球的第一期 或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那这会是全球第一个 结合免疫细胞 跟IO的药物的一个临床试验 它的独创性 跟它的创新性非常的珍贵 我们希望用这个部分 来告诉全世界 复合有这么独创的技术 我们可以结合ICI的药物 对更多身受其苦的这些癌症病人 提供更好的治疗计划 那另外一个 我们在干细胞的部分 我们跟支架结合 我们也希望能够往再生医学 在明年的第二季的时候 可以提出一个台湾 或者是美国的一个 临床试验的申请 把这个干细胞透过再生医疗部分 往下进去生根